第35章 我们下面讲第35章 构印 名存 构是五构的构 无构 净 相对来说 净是构去了 它就净 因为有了构就有了净 无构无净 有构了就有净 名 这个五构去掉了 去掉了 名存 这个存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存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下面开始讲 佛言 如银断铁 去炸成器 气气精好 学道之言 去心构言 心构清净 行构清净 这是本经第35章 佛言 佛说 如银断铁 好像银断链一样 去炸成器 去炸成器 把铁的扎载 去了 然后做成器皿 气即是精好 铁的扎载没有了 造成什么样的器皿 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扎载不去 就造不出好的器皿 学道之言 去心构言 修道的人 要把心里的物言 都去了 去了物言心 就是清净心 物言心不去 清净心就不屑 也就像铁里的扎载不去 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器皿 言言都可以成道 都是个道的器皿 可是如果物言心不去 就不能宰道 不能成道 所以要成就道国 先要去物言心 去构言 构言心就是心里的欲 尤其是孕育心 孕育心要不去 这就是有构言 孕育心要是去了 就是没有构言 没有构言就是清净心 所以说 行计清净 行是修行的行门 你所修行的行门 都会清净的 心里的眼物如果不去 修行就不能得到清净 隐喻心 隐喻心 顾言是悟言 但是 这个最大 其余的 如贪心 撑心 痴心 慢心 疑心 这都是构言心 都要把它们去了 这样修行 才能与道相应 还本还原 还本 还回本有的清净心 这就是 我们都知道 链铁啊 把它那些渣子 都要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 它剩下就是有用了 因为不提取来 它在起到一种破坏的作用 你想把它弄得 想很游远 很净滑 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个炸 就是处灶的一种现象 没有窟窿 而且能够游远 能够见雾 但是有炸子它都不行的 你必须得把它去掉 去掉你才能会有用的 我们隐形也是这样 我们这个心里啊 这个物购 要比那个炸仔 比这个铁的里的炸仔更难去 更难去 而且那物眼的是很深很深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去掉 才行 去掉才能有用的 你不去掉它不会有用的 所以说我们每天的学习 早起 颂咒 学习 等等的活动 都是去掉这些炸子 都是去掉这些炸子 这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要观察自个的心理 当起了恶念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 像一个里面有炸子的东西 我们赶紧把它提出出去 提出的办法 可以念咒 念佛等等的方法都可以 或者用念头去把它控掉 或者忏悔 种种的方法把这些炸仔去掉 关键是什么呢 你起了第一个念头开始 以后的念头 处处把它摆正 处处摆正 你不要把它给弄骗了 修行就在我们的一念摆正和不摆正之间 同样的事情 你也同样去做行 但效果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过去啊 有那个 古人呢 做这些哥俩是同时圣的 同时圣 你就是实称 都分不清楚 所以说你弄不清楚谁 谁大谁小 吃饭穿意都一样 但后来呢 遇到一个事情 有一个事情 有个女人 她们要搞状怨的时候 就进行对她们进行 对她个个 进行调戏 所谓的个个吧 调戏 然后她个 特别正 而是马上拒绝了这个女人的这个诱惑 批评她 她这时候一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马上就跟着她弟弟讲 说你可加消息 有这么个事 这是我跟你说一说 她第一个答应的很好 但是呢 最后她的行为不一样 也家庭败落等等的事情 反正都发生 明显的不一样 什么原因呢 她的初生的时间 受的教育 甚至死的都是一样 什么都一样 但是呢 最后她的行为结果 她不一样 后果也不一样 她个个的最后的子孙满堂 处处是好 等她弟弟最后的儿子都保不住了 就算俩家最后的命运就发生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用心不正确 我们也是一样 同样是出家了 如果我们不好好用心 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会是这种 你不再用这个用心上下共同 我们不再去毛根下共同 我们很可能 也是 随便是表面在拥有 最后结果会有差距 别看同等的教育 同等的条件 所以说大伙一定要知道 这个用心的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用心 我们就会与道相应 所以说修行佛法就是干嘛 去毛病去习习 有的人就问我 他说是什么是道 我说你去毛病去习习 他说这是你所对 但是我问的是什么是道 我说我也打 没法跟他打 怎么打 我就说什么叫修道 就是去毛病去修去习习 那个道他不可语言去来衡量来说 他本来是没人像 没我像的 没众生像 哪来的语言 是不是 有的人说呢 你既然你要真懂 他就有语言 就有语言 我们也听不明白 本来去毛病去习习 已经足够足够的 这已经是不得已而说 已经说的就很明确了 他另外还要找个道路 这人就是愚蠢 这人就是愚蠢 愚蠢 所以说我们 应该 知道 修道之人 首先应该去乌眼 去乌眼 去习气 你就把你的毛病习气 全部摘出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气 一个好的器皿 干干净净的一个器皿 变成有用的东西了 他就可以 要器皿干嘛呢 就是那可以做一个事情 可以装东西 你装水呢 他这个水呢 是干净的 你装饭呢 变成干净的 你装什么东西 否则的话 你什么东西也装不进去 因为他误言 他早就把它兑满了 所以说 我们要把心里的五够 这个五够 主要就是 欲望 欲望 探欲心 你有了探欲心 你想再悟道 他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念头不正确了 再想和道相应 他就不可能了 我们必须去掉乌辱心 你才能遇道相应 有的人呢 就打这些好的想象主意 自己呢 还保留到自己那种 知识 和艳运心的一部分 心里想着 但劲呢 还往上秀到那边死 他想 这样的话呢 我毛病不去掉 我还想得到 还想有正确的自荐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这个事情能不能打到 就是说 有的人呢 他有种种的探欲心 还有很多人的毛病 他那革心里 革心里 他不想去掉 他想着去的挺累 他说 我就革心里革 没事呢 还能打个妄想什么的 完了呢 一面呢 还要求到 还想得到什么 你这可能性 能不能有 那为什么 这不能有 那为什么 一天才一个 激动一天 本人就没往上拿 好像一个腿就是那种 这个 这个激动一天 他没倒进去 他就 他也往一走 所以不可能 好 对 就说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清静的戒律 你想生出来一种 与佛的 佛的之间 可能吗 你说 现在有多少人呢 他都 都在什么呢 一边在探 探着 自己的 一部分享受 还想那边得到道 还有时候 还说是自己能正确的理解佛法 我看都是在自己在骗自己 自己的理解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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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心口不移 信心不移 信心不移 处处都不移 他说说的话 他都不正式 他怎么与道相应 那道不是嘴说 叫道就是道 他不是你想 和树上说的一样 那就是道 他没有用 我们要求的是信形一致 信形一致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关 不是心里想一套 行里一套 心里想一套 嘴上说一套 那倒不好 信形必须一致 这个行报不可 不是我心里想吃饭 我行为我就吃饭 那不行 你心里想是清静的事情 清静是你的心 引擂是你的心 不叹是你的心 这是真心 如果就是说 你的行为 没有按着戒律去做 行为 不按戒律 戒律是吗 去做 不可能 有正确的 不可能有正确的自己 有的谁讲得很好听 讲得很好听 说得好像是正确的直接 但不是正确的 因为 因为有七行无七十 有七行无七十 那么能不能杜徒书生呢 谁说一说 谁你说一说 你说一说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这个 因为他这个只有 只有 就是说言传身教 他只有口价没有身教 就是说言行不一致 那肯定不好吃 不能不入才 因为有七行无七十 虽然说得很好听 讲得很好听 为什么有七行 他讲的是佛经典的话 但是呢 他为什么不能杜徒书生呢 所以他的行为不行 关键是 什么是实 没有信 他没有信 这个人信他是无缘 而他信你想的是什么呢 是欺骗 因为他嘴说的是佛法 佛法的词句 但是呢 信里是什么呢 是在欺骗 是在骗你 就像一个骗人 跟你也在闹口 这就是骗人 他那个心 画出来的不是弹香味 是什么呢 是那个胡哨味 我们受的意义 并不是语言 我们受的是戏 世界上一切万物 都是唯心所道 我们听懂一句话 我们听懂一句话 或明白一句话 就是信的作用 所以说 我们应该知道 有其行 无其实 那就是等于骗 而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在行骗 行骗 他绝对不是正确的之间 因为正确的之间 是内外 是一致 是清静的 他那里面 他无其实 本身就不清静 他怎么能够讲出佛法来 就像刚才讲的欺骗人 他已经兑满了物购 他怎么能撞进水去呢 不可能的事实 已经不可能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还承认 说你看他说的有道理 他挺对的 这不也行吗 所以内外不一致 我跟你说可恳了 我们应该警惕 我们内外必须的一致 不能有半点的虚伪的地方 虽然我们有时候 一下做不到怎么办 我们去努力去 努力去 不能说大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掉自己的污源 怎么办 我们有常规心 我们要去掉自己的贪振职 按戒律去做 有的说 你看看我这些东西 这个布 这块布 比如不要 我没个子给他 我还行动 我还补这块布 你看他要 他有那么多布 你说他跟我要 你没给的 你没给的这个信 已经就是不真实 你以为一块小布不算啥 同样也是污源 我们应该 连平时发愿呢 说连自己生命都要 布施给众生 到时候引游需要一块布施 我们都不搁谁 何况其他东西 一点东西 我们都要去站个高地去 你怎么能够说再去修行佛法 你怎么才撞佛法 你听佛法的时候 干听不明白 就是说你把持续全背下来 它也不好 因为你和佛法 他不相应 佛讲的所有的话 都是无我的话 你那理理已经有我了 你怎么他也不相应 就忘一起 不能对得一起 俩就不能合一 挺是挺了 事你也做 但是他就不能合一 不能合一 说明我们在物购 我们为什么也得到 就说明我们的物购 还是很多的 他不能和道相应 这就是我们修行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说 我们不能载道 不能承道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这个物购性去掉 我们没有去印证的 去按戒律去做 我们有很多的习惯 他不好 很多的习惯 所以我们出家 还有很多习惯 你都没有克服掉 老气诚恨心 能行吗 别人说句话 你就有想法 那不行 老有想法 哪那么多想法 那行 不行 看见小的 我们应该爱护 看见老的 我们心里恭敬 那才行 不能嫌弃 什么也都不能嫌弃 就一个傻子都不能嫌弃 所以说 我们至于别人怎么样 我们先不管 首先我们的供给心要到位 要到位 这样的话 你常常发的供给心 最后是到才能来的 什么事情都是以教奉行 把我的克服掉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特别咱们这种秀行方式啊 你首先有一个概念 哎呀太适合我了 哎呀我概念太适合我 太好了 而我就想这么做呢 你有这种概念以后 这个用戏了以后 你做什么事情 他不起烦恼 你要说哎呀 这不行 这太累 干嘛一天老干活 这行吗 干活 这不是当秀道吗 完了 他另外去找道呀 另外找道 你应 心里不行 而嘴上去找道 或是用其他方法找道 这样就坏了 那个道就在一念心上 就在一念心上 所以说这个阳根世界啊 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阴呢 都想好好修 就是这个方法 和肯不肯去的这个在这个场 昨天有个阴来 他到山东去 山东有个小庙 这个小庙 说只有观念那么大 咱观念那么大 小庙 住几个可能 又有几个沙米啊 他听着他们倒我 背后倒我 说得秀行啊 这不怎么说 提到大卫士了 又提大卫士 说秀行得上大卫士去 大卫士那种挺刺激 唯独就是太严了 太严了 他说这个意思就是 现在和外面对于过去呢 对咱们还有想法 是不是外道啊 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说 确实成为你世界 但是就是严一点 他们很想来 但是怕严 你怕严呢 他能去掉东西吗 我们自己还是有忏悔的 你想不这么做 想去掉东西 他不可能的 就我们这么做 我们讲的还有很多的漏洞在那块 是不是 所以说外面希望 对我们充满了希望 也是对他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称赞大卫士不是称赞我们 他称赞谁 他称赞他的未来 对佛界呢 产生了更大的信息 他看到希望 所以说我们也是 我们对未来的大卫士 我们充满希望 所以说我们的努力 创造一个更好的大卫士 所以说你不想 有其 光有气形 无气实 那你就得 印证的去修到 信心的一致 就不一致 你得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这才行 至少就比较好了 这一章呢 主要是 我们去掉 不光去掉艳遇心 还要去掉贪心 贪心 你不要贪东西 不要贪恋你的东西 特别是 吃饭 没打到你跟前的时候 千万 别支撑 别比划 而且你赶紧过来跟我打 那不行 或者不跟你打 你就生气了 那不行 你得老老实实做 眼皮也别抬 心里很平静的 今天就做好了 吃不着饭的想 打着我我就吃 打不着就拉倒 这得那样想 正好 你想吃的东西正好没打你 没打你 你正好把你去掉贪心 就这么想 那才行 这个贪心 什么贪心都不能有 一定要去掉 另外嗔恨心 我们修道的时候 最容易发生嗔恨心 不点小事 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非常发生 是我们过去的习性 带入这里来了 所以说应该 嗔恨心绝对不能应该有 他这个藏道啊 还有一个痴心啊 就是佛讲的道理和佛 和师父讲的道理 他没有去应征礼会 而是总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不知道这是无价之宝 所以说欲试啊 还有一种慢心啊 刚秀点道啊 自己呢 讲的 我明白了些 当时要板就直了 要板直了呢 说话也不一样了 都是教训别人 那完了 这就慢心起来了 这不行 说话 越得到的 你记住了 应该 越忧和 忧和不是假装的啊 不是心里瞧不起人家 嘴是说的挺忧和 挺好啊 捧人家 捧完人家目的呢 你得 你得说我好 你现在挺好挺努力啊 你确实了不起 屁股强多了 你没知识 你确实了不起 你看看你 你那事做多好 屁股强多了 一阵强调 屁股强多了 那什么目的呢 你这会鼻子没办法 你现在也不错 得了 满意了 这也不错 为了换取这一句话 满意 所以说这不行啊 就是有着他那些 欲死的心和慢心 慢心不行 老想换的表扬不行 或是瞧不起同修 那也不行 这个人不行 你看那个人那是那个毛病 那不行 那不行 今天我跟那谁 我就跟他说嘛 一个人呢 他都有一个人的 好处的地方 还有一个缺点的地方 等他的好处的地方 虽然没有 在这个问题 可能你比较突出一点 但他其他的好处 是你比不了的 他比不了的 所以说你发现 你研究 每个人都才有他一定好处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起慢心 一点都不能让他起 还要起 马上控制下去 还有疑心 一会儿讲的正确 哎呀 师父讲的太好了 这我就值得秀 一会儿 哎 道就这样啊 起怀疑了 这是大怀疑 还有一种怀疑 就是道友之间的怀疑 哎呀我这东西放了 谁动了 你看我这干什么 我明文格 他怎么就没有了呢 或是怎么跑射来呢 是不是 谁故意给我挪着 挪着什么目的什么呢 啊 嫌我荡害啊 怀疑你怀疼怀疑 怀疼怀疑 把那是乘个心就起来了 这不行 永远你不要怀疑 怀疑 疑心不要有 哎 你应该因为天下人 都能 都是未来佛 有情无情 哎 都会成活道 哎 你得有这个信 有鉴定的信念 你一时一毫 这里都不能动摇 哎 别说给你 没给你挪 就说给你挪了 你都不能怀疑给你挪的 因为咱 都自己挪的 如果你怀疑别人给你挪的 那已经有我像一样众生一样 是不是 你已经离开道 我们 你在世界法 可能这个道理啊 你能讲得清楚 能占理 在佛法来讲 你一点也没有 在世界上 你看哎 你我这东西放这了 他顺便给你挪过来 因为你凭什么挪 这不犯道吗 哎 我这挺好的东西 你干嘛还给我挪过来 我不行 我还得挪过去 我这人还了着你了 这还你随便我动 你给我挪回来 你你你比我多什么 这这种心啊 惩恨心怀疑都有了啊 所以说 有这个心 你还想成道 它可能吗 它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犯了个疑心 和慢心 陈心啊 这种病 要想成道 你必须没有这种 天下 对应恨你都不怀 就把你给送进监狱 你都不能怀的 说这人呢 明天一道把你砍掉 你都不能怀的 这脑袋把他砍掉 砍掉完了 都不能怀 为什么呢 释迦摩尼佛前生说 那格力王 把事实都砍掉 耳朵鼻子都给穴掉了 佛就是没其身心 什么原因 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没有那个疑心 说他是魔啊 做什么的 没有这个概念 说这来破坏我道行 没有那个 佛只有一个心 无影像 无我像 这都是在成就自己 都在成就自己 就这一个心 无望而不胜 所以我们只有去掉这些毛病 这个物眼就去掉了 去掉了 我们才与道相应 返本还原 返魂本有的清净心 什么是本有的清净心 就是明存 这个存 是找到我们本有的 那个存 早就存了 存在那地方 这个明存呢 找到我们原来本有的 好 今天继续讲 昨天讲到35张 构序明存 这张啊 这张啊 主要讲了人里 像断铁啊 去啊 程序 就学到人去心 构言 行为之清净了 就是 缓魂本有的清净心 缓魂本有的清净心 现在为什么人呢 修行不惹道 就是他不相信他有一个本有的清净心 他不相信 他呢 虽然嘴上说是修行 但是呢 他修那个 都是专门修行 而去做的 我们的所谓的修 是还回本有的清 这个不一样 用性不同 效果不同 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 知道怎么样去用心 啊 这是很重要 有的人说 我们现在被乌亚了 我们的心也被乌亚了 啊 那我们的清净心 所谓的清净心被乌亚了 他只是 就是 本体也被乌亚了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本体是清净 是不动不摇的 虽然我们现在不见性 也没有被乌亚过 我们现在之所以 不见清净心 是我们的 起了一种幻觉 是一种幻觉 是我们自己在谜中 是在虚幻之中 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认 这才好 好 我们现在讲第36章